眼前这辆2016款的高尔夫2 便是Tim花了13000美元 从网上净拍到的 前面发动机舱的部分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该车主要的损伤 集中在车尾部分 左后一子板是被切过的 同时左后轮也有一点歪 估计悬挂有点问题 而且后保险杠 目前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 左后的尾灯也不见了 不过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还好 现在车子还能动 卸车也是自己开下来的 虽然这个左后轮有点歪 但是他这个问题并不大 卸车完全是可以卸下来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 看着他出去跑的话 那还是不行的 Tim在这里也简单说了一下 这辆车的大致情况 就是这属于一辆 二次拍卖的车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辆车在发生事故之后 被保险公司给拍卖了 卖掉以后 被人买回去 进行了一定的维修 但是还没完全修好 就又被拍卖 为什么会这样呢 Tim列举了几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后面这任车主买回去修的这个 可能是因为车子修着修着 预算花完了 第二个就是 车子拍回去修到一半 发生了一些家庭变故 比如着急用钱 或者是其他一些家人反对的原因 这样就导致这辆车子 又进行了一个二次拍卖 所以Tim觉得自己 还是挺幸运的 这辆车能够被他买到手 虽然这个价钱不便宜 但是他觉得 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修着修着没钱了 现在车子 已经是被他给洗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辆车具体的一个损伤情况 此时 Tim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这可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小钢炮 高尔夫2 首先要隆重介绍一下 这辆车的轮圈 18寸的 BBS轮圈 轮胎 则是被耐力的 扁平比他没有说 大乖 大乖看上去感觉像是35 或者是40的扁平比 所以这种轮胎就不要上马路牙子了 它很容易就鼓包 一旦鼓包 你就要去换轮胎 Tim这边验了一下轮圈 确实是德国生产的 BBS 原厂的东西 这东西老贵了 大乖查了一下 在他们当地 如果去经销商那边订购的话 保证是原装正品的情况下 一个大概是2000多到3000美元 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一套BBS的轮圈 就已经是达到了1万美元的价值 妥妥减大漏了 他这边是来到了 副驾又后门的这个地方 发现有几条粉色的标线 Tim这里也给出了解释 他原来是在保险公司上过班的 也是做车闲理赔的 粉色的标线 就是在他们出闲的时候 检查这个车身受损情况 如果不是这一次事故 产生的这个损伤 就拿粉色的粉笔 给他做上标记 也就不理赔了 如果是这一次事故 造成的损伤 他们会画蓝色 或者是绿色的这个标线 那这个就可以定损 讲完这个理赔的事情 Tim这边也是来到了车尾 两边的尾灯都已经缺失 左后一字板也不见了 估计是被上一任车主 给切掉了 不过大乖看了一下 感觉他这个东西 切得还可以 不算很糟糕 上一任车主 或者是上一位修理工 还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他现在更关心的 还是车辆目前受损的情况 切掉了后一字板 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下面的这个车架 车架没有太大的损伤 也就是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他估计是被人追尾了 一个左侧25%的追尾事故 然后导致这个车架有点下塌 同时 这边的轮圈也有损伤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已经是开裂了 所以 后续他是需要去订购 一个新的轮圈的 而且还要要求是同款的轮圈才行 不然其他三个BBS的轮圈就浪费了 其实他也可以换装一套 比较便宜点的轮圈 把原车上面那三个好的 BBS轮圈拆下来 然后拿去出售 这样还能正点 这车的内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仅安全气囊没弹 仪表台的状态也都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驾驶舱 是有很多零件在里面的 有一个很大的厚保险杠 从这个车尾 装到了副驾驶 Tim这里也说了一下 保险公司是有培训的 如果是这个车主发生了事故 然后你去出现 该捡回来的东西 全都要捡回来 不管是大的小的 好的坏的 从车子上面散落下来 你能够看到的 或者是找到的 都要捡回来 放到车里面 这算是他们的一个职业要求 他觉得有这个要求的原因 可能是为了方便 下一任这个车的车主 因为美国这种事故车拍卖 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看完左边 咱们接着继续来看右边 打开副驾的前排车门 这边的内饰情况也很不错 座椅也没什么问题 还有这个门饰板也都很好 不过后排车门打开之后 这里倒是给Tim 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里面居然有一个全新的BBS 轮圈跟轮胎 都是全新的 这个轮胎上面的标签纸都还在 说明这个轮胎还没有下过地 因为下过地的轮胎 它这个标签纸 肯定是会有磨损的 而且这个轮圈 跟其他车上装的四个轮圈 是同尺寸的 不是那种后备箱里面的 飞拳尺寸备胎 直接给它换装上去就可以 所以不用考虑去买轮圈了 也不用考虑 是不是要把另外那个三个轮圈卖掉 换一套便宜的轮圈回来 因为已经有这么一个轮胎了 瞧给Tim开心的 都合不拢嘴了 毕竟节省了3000美元 趁着这股开心境 把车内的这些零配件 全都拿出来 看一看都有哪些东西 到时候缺什么就买什么 真没想到 高尔夫这么小的一辆车子 竟然能装进去这么多的东西 摆了一地 像这个后保险杠 还有内饰板 还有这个侧裙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 大大小小的配件 Tim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在 像这个后保险杠 他仔细看了一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还没喷漆 而且 还有一些内衬板跟侧裙什么的都在 两个尾灯也都还在 但是其中有一个尾灯是破的 可能到时候要换个灯罩 或者是直接买一个新的 包括后扰流板也都还在 所以这就为Tim 节省了一大笔的零件开支 不仅轮圈不用买了 就连配件也都不用买了 当然这些配件 还有一个小部件 是有损伤的 像尾箱的这个通风口就断掉了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去经销商那边买这个东西 也是挺便宜的 最大要买的一个配件 就左后的翼子板 因为他没找到这个左后翼子板 而且 这辆车还有一件让他更加惊奇的事情 刚才洗车的时候 相信有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 这辆车的发动机舱 是被改过的 像这个发动机的进气口 被改成了碳纤维 而且排气的头段 也被改成了APR Tim在这里也是简单讲了一下 自己一直都不舍得去花这个钱 去买这些改装配件 因为全是碳纤维的 这个原车主倒是不错 全都给他装好 所以他觉得 这个车跟自己简直就是缘分 接下来 他准备去检查这辆车的底盘情况 要去把这个车子架起来 看一看左后轮 为什么会歪成这个样子 Tim这里预测了一下 以他的经验进行了一个判断 他觉得这辆车的悬挂拉杆 应该是发生了损伤 导致这个车轮歪掉了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高尔夫2是一辆四驱车 就是前面有传动轴 后面也有传动轴 而且悬挂还是四拉杆独立悬挂 所以轮胎歪成这个样子 他觉得情况好的话呢 就可能是有那么一两条拉杆弯掉了 如果情况不好呢 可能传动轴 还有后面的这个分动箱都有问题 所以他现在要把轮胎拆掉 但是这个轮胎好像是拆不下来 因为这个轮胎 它往前面弯了 所以卡在上面了 他现在比较担心的 就是如果我把它硬拆下来 可能会对这个车身 有一个二次损伤 所以 Tim不打算把它硬拆下来 他现在要把这个车轮留在上面 然后钻到车底去看一看 但是这个安全措施 一定要做到位 因为这个千斤顶 并不是那么的靠谱 它是打气把车顶起来的 万一你在车底 它漏个气什么的 所以做好安全防护 然后来到这个车底看了一下 情况还不错 比他想象中要好很多 他现在手指的这一条拉杆 就是有问题的拉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变形了 下控制臂没问题 托臂可能有损伤 需要进一步拆解才能确定 顺道看了一下排气的情况 排气也是APR的 头段跟中段 还有尾段都被改了 车框到这里 已经是看得差不多了 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而且修起来也不难 现在他要把车子给架起来 将这个损坏的车轮拆掉 然后去更换里面损坏的悬挂部件 其实这个后悬挂 这辆高尔夫2的后悬挂 是一套典型的四拉杆悬挂 完整的名字叫一型多拉杆 为什么叫一呢 因为它四条拉杆装好之后 你从这个侧面看 它就像一个翼子重叠在一起 所以它叫一型多拉杆独立悬挂 其实就是四拉杆 那分别都是那四条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下百臂 就是装着简震弹簧的这个 还有一根小拉杆 就是被撞变形的那一条 此外 上面还有一条小拉杆 被简震器给挡住了 以及跟车身连接的那一条下脱壁 一起是四条 左边四条 右边四条 就是独立悬挂跟板悬不一样 它现在在拆的 就是变形的那一条拉杆 但是由于螺栓被挡住了 所以它拆的东西 就稍微多了那么一点 等会复原的时候也不难 只不过多了一些工作 花点时间而已 现在损坏的部件 已经拆下来了 只换这两个 手上拿的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大的部件 也发生了弯曲 直接换新 毕竟安全第一 这是它从经销商那边 订来的配件 这个小盒子里面 它现在在拆的 就是那一条弯掉的小拉杆 正常情况下 这东西是直的 但是原车的已经撞弯了 大家不要看这个东西不大 就像一个扳手一样 其实它的重量非常的重 所以 像大众这种车 当然其他品牌的车 用这种四连杆结构 如果你想降低 这个车身重量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悬挂的各种拉杆 还有下百臂什么的 全部都换成铝合金的配件 那这个车身的重量 就会轻很多 俗话说得好 黄下一公斤 胜过黄上十公斤 弹簧下面 你减重一公斤 就胜过你弹簧上面 减重十公斤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车子 就这么一点点大 你在这个弹簧上面 要掏走十公斤的东西 它是要拆很多东西的 那样会严重影响舒适性 但是这个一行多连杆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四连杆 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由于这个下托臂特别长 没办法 装在这个副车架上面 所以 它另外 一边是直接连接在车架上的 这样就导致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当你过一些 勾勾坎坎的时候 它产生的噪音还有震动 就直接传递到 这个车身上面 所以 像这种结构的悬挂 一般豪华车 是不会怎么考虑的 它们会采用那种 T型多连杆 还有五连杆这种结构 这样 它所有的连杆 是连接在副车架上的 这样对噪音震动的过滤 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大家平时开高尔夫 或者是帕萨特 你就不要老说 这个噪音比较大了 没办法 出厂就这样 悬挂设计导致的 包括很多车子的前悬挂 还是麦弗逊式的 它也是有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 像这个豪华车用的那种双叉臂 就会好很多 性能也会好很多 它这边已经是 把新的车轮安装到位了 尾登也买了新的 现在是要出去准备试试车 坐在这个 驾驶位看了一下 33,085英里 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 那相当于是跑了5万多公里 觉得自己开着没什么意思 要跟他这辆奥迪RS3比一比 这也是他之前修的一辆事故车 该说不说的 起步阶段 这个RS3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连续比了两次 结果都一样 毕竟两辆车的价位摆在那 一分钱一分货 将车子开上框架机 接下来Tim准备解决左侧车身的问题 因为左后轮这片位置的板金键 被撞扁进去了 所以要用那个拉拽机 把它拉出来 然后这边 就是他新买的左后一子板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 第一步就是要把后门 门槛车锁 这个位置的门边给拆掉 因为这个一子板 都已经买回来了 把它整块都换上去 这样 车门里面就可以做到 原厂这个焊点的焊接 要不然 这块留在上面 再把那个新一子板 咔嚓切一刀 那这个焊缝就很长了 做起来特别的麻烦 而且也不好看 同时也显得不那么专业 既然要做 那么咱们 就做专业的 所以 做好标记就开始切割 左后一子板这样切一下换一下 其实问题也不大 因为左后一子板 在这个车身结构里面 它并不算是一个受力结构 它顶多就像是 咱们外面穿的那件衣服 真正起到那种防冲状的作用并不大 就跟换那个前一子板差不多 只不过 前一子板是通过螺霜固定的 而这个左后一子板 跟右后一子板 是焊上去的 它这边是把变形的轮拱给修整了一下 让整个的形状看起来比较自然 同时打磨掉原厂漆之后 接着再往上面喷涂一层10克底漆 做完这些工作 下面就是要想办法 去把这块新的左后一子板焊上去 焊这个东西比较难的一点 就是你要把这个位置弄对了 该切的切掉 包括车身上面受损的部件 该切的切掉 还有就是 你这个配件上面 新买的这块左后一子板 它也是有多余的部分 这个部分同样要切掉 这个地方不用担心切少了 你切少了没关系 到时候给它再切一下就好了 就是稍微麻烦了一点 最怕的是你切多了 一旦切多了 这个东西你就焊不上了 即使你焊接技术再好 你也焊不出两根手指大小的焊缝 当然你说焊轮船那种就不一样了 咱们说的是焊汽车 现在它就是照着需要更换的位置 一点一点去修 这个地方花的时间比较多 等你把这个东西切好了 拼好了 板筋间隙都没问题 这个时候 你往上面去焊接 那花的时间要比现在少很多 到时候你 只要对准位置 直接开焊就可以 焊完之后 再把表面打磨平整 该刮逆子的地方就刮逆子 刮完逆子 该做底漆就做底漆 该抛光就抛光 最后该喷漆就喷漆 每个工序都不会那么复杂 但是这个工序很考究 维修师傅的手艺 位置要对得准 缝隙要齐平 车身覆盖件装上去之后 它们的板筋间隙要均匀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才完美 其实 修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恢复到原厂的状态 不管是撞坏了 还是里面的结构件有问题 它都是要往原厂恢复 越接近原厂越好 现在是做了一个预拼装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门槛这个位置 对得不是很齐 包括上面C柱这个位置 好像还是有点小问题 它自己也说了 这个东西不怎么完美 这是正常的现象 就像大乖刚才说的 第一次切下来 不可能那么完美 所以要看 看完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修改的工作 然后把该切的地方切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它发现 尾箱盖这个地方 好像多了一块铁板 准确点来讲 是原车上面留下来了一块 它之前没有认真研究 这个车的左后翼子板 因为这个左后翼子板 是完整的 所以它有一片翼子板在那里 等会大家也都能看到 它是被夹在了 这个后备箱中间的 就是这块东西 它之前是切掉的 但是这个铁板 是要拆出来的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拿着凿子就在这里拆 因为焊点都被打掉了 所以 这个东西拆起来 也非常的容易 拆出来之后 那块新的翼子板 要插在这里面 然后该焊的地方 给它焊上 现在它就是 准备要安装 这个左后翼子板 它已经切得差不多了 不过等会 应该还要再修整一下 尾箱盖这个地方 算是处理好了 重新把它拼装上去 看看还有哪个位置 需要修整 现在大体上 这个左后翼子板 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是完美的状态 当然要做到 这个近乎完美 满足它内心的 那个小要求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像轮煤这个地方 到时候 还要给它咬个边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 是合不上去的 特别是后面 靠尾箱的这个位置 现在 它就是要把上面 塞住这一块 再切掉一点 不用多 一点点就好 因为它之前切的 还是挺准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切多了 切多了 一会焊的时候 不怎么好焊 而且这个强度 也是有问题的 该修的修好了 该补的也补了 尾灯装上去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板金间隙 这个门边的缝隙 就很均匀 同时也很密实 上面摸了一下 也比较平整 只不过还没焊 所以摸出来 那里有一条缝的感觉 尾箱这个位置也不错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看了一遍 挺好的 但是它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这个地方 纠结了好长时间 大家看这个尾灯 跟后尾箱 盖有一条较大的缝隙 它觉得 这个地方 是不是因为 受到了一个碰撞 里面的车架 有一点小小的扭曲 所以导致 这个后尾灯 比较低一点 不过说着说着 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就是尾箱盖 这里还有一点小问题 同时右边的这个尾灯 也是有一条缝隙的 所以这个尾灯 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问题究竟在哪里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个尾箱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尖角 它现在掰的这个地方 也不打算上工具 准备大力出奇迹 就是被撞得有点往下弯 不过只弯了那么一丢丢 所以摸起来的感觉 是不平的 其实大乖觉得 这个地方 如果想要掰回去 还是上工具 比较好一点 它可能是担心 工具会把车漆刮花 所以就直接用手掰了 效果 比刚刚要好很多 但是总觉得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从侧面看上去有点低 最后实在没招 只能上工具 上工具修整了一下 同时装上了厚保险杠 这次板筋间隙的效果 就真的没什么问题了 剩下的工作 就是把这块一子板 给焊上去 拆出两侧的尾灯 跟后保险杠 然后用笔标记焊点位置 接着再用这个钢丝 刷去打磨原车漆 需要焊接的面 这样两块板件 才能焊到一起 如果是隔着油漆焊接的话 那个焊料 就焊接不到 这个金属材料上 所以一定要把接口 这些位置的油漆打掉 让里面的金属露出来 这个工作做起来 其实也不难 拿着这个小沙轮机 直接打磨就可以 它这其实是一个手电钻 前面粘了一张砂纸 这样做起来比较省事 当然 如果没有这种 电动工具的情况下 你直接用手 拿着一张砂纸打磨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你会很累 第二你手上的 这个力道大小不均匀 可能打出来的效果 不是那么的匀称 所以 在很多这种 专业修车人的手上 它一定是有一套 比较称手的电动工具 一个做出来比较均匀 第二个 就是自己也不会那么累 一圈打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 焊点孔打好 基本上初步的 这个处理工作 就接近尾声了 该焊的地方 全露出来就可以了 之所以要喷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在焊接的时候 其实像这个地方 相当于是一个 贯穿式的焊接 那这样一圈焊下来 如果它的焊腔温度 比较高 那么可能会把 这个金属边缘的油漆 全都烧掉 这样时间久了 就会导致里面 开始出现生锈的情况 所以这个防护 一定要做好 说实话 它这个车子 修得真的是非常细致 很专业 很极致 左后翼子板 已经是放上去了 它现在就是在做 这个焊接的工作 首先把这几个地方 先焊起来 这样 左后翼子板 基本上就固定住了 它就不会跑位置了 剩下就是要把 这一条切割的缝隙 给它焊起来 所有的地方都要焊 不是说我切割的 这条缝隙 给它焊几个焊点 就完事了 这样是不可以的 一路要焊过去 整条缝隙要填满 上面C住 这个地方填完之后 下面门槛这个地方 也是要把它给焊过去 那里也是被切割过的 所以这个焊接的工作 也是挺考验这个技术的 你焊得好呢 就会没什么缝隙 没什么暗伤 你焊得不好呢 这个东西基本就毁了 焊完之后 还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整 因为这个表面 并不那么的完美 修整完之后 咱们还要去确定 一下这个板筋间隙 是否正常 要不然的话 你到时候一激动 拿镊子一刮 油漆一喷 最后一装灯 结果发现歪了 这个事情就尴尬了 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补救 赶紧就确定一下 尾灯往上一装 然后看了一下效果 总的来说还不错 这个板筋间隙 跟尾门很均匀 尾灯放上去也没问题 车门这一边也很好 就跟刚才预安装的时候 它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门槛这个地方也可以 这么一圈看下来 都没什么问题 现在这个焊接工作 基本上就已经完事了 下面就是要把这个焊缝 打磨一遍 因为上面有残留的焊料 它的表面是不平的 为了这个喷漆的效果好看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打平 同样是用砂轮机 把这些多余的焊料打掉 让这个焊缝平整 打完之后还不算晚 它表面还是比较粗糙的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砂轮机没那么细的 所以还是要拿这个砂纸 再打一遍 这样这个表面就比较平整了 当然这个样子还是不行 如果这样行了 那就没有逆子什么事了 但是因为 它这个左后 一子板的焊接面积比较大 所以打磨起来 也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 也不能忘记 就是轮煤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一子板 特别是左后一子板 更明显一些 就是轮煤这个地方 这个铁皮要反着包过去 咬住里面车身的这个板筋 这样装起来才牢靠 同时也更加的好看 不过敲完之后 轮煤这个地方 肯定是不平的 因为有锤子敲过 虽然你垫了一块木头 但是锤子砸过的地方 它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凹凸的 虽然可能人的肉眼看不出来 但是你的油漆一喷之后 它就很明显了 打磨完这个轮煤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去刮逆子了 第一遍逆子主要是填缝填坑 把这些凹陷的地方填补起来 不用考虑分量 刮多了也没事 等一下拿那个砂纸 或者砂轮机 给它打掉就可以了 打平之后 它还要再刮一遍逆子 因为这遍逆子会比较粗一点 它表面没有那么细腻 所以它还要再刮一遍逆子 这样做出来的油漆就比较好看 Tim这边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维修经验 在这个地方空间很小 结构很复杂 相当于是一个台阶 接着一个台阶 所以他说 一定要用这么一块海绵包上一张砂纸 然后才能像他这样去打磨这个地方 他们也是两个人同时开工 现在第一遍逆子已经是打磨好了 接着继续刮涂第二遍逆子 第二遍逆子处理好后 还要继续刮涂第三遍逆子 这就是比较细腻的那种逆子 在这个镜头里面 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 它这个粗细的差别 不过他这里也说了 如果大家自己修车的时候 你有这个条件 他还是建议你去刮这种比较细的逆子 现在就是要去打 这个密封胶 打胶之前 还是先贴一些胶带做个定位 不要打多了 打多了不怎么好看 打到这个该打的地方就可以了 他这个胶带一贴好 咱们就知道 他要打那些地方的密封胶 一圈贴下来 还是挺多的 但是看他这个架势 好像是有点AB胶的感觉 这个节奏有点不太对 因为在大乖的印象中 这个东西应该是挤上去的 就像装玻璃挤的那个玻璃胶一样 可是他这边是用刷子刷的 而且感觉像是AB胶 所以也不知道他这个东西 能不能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 现在这个翼子板变成了白色 这不是喷的油漆 这是弄的那个叫什么双组粪底漆的东西 他要追求的就是 喷漆要喷得完美 要给它弄得跟镜子一样 刚才是撒了一些类似打磨指导层的东西 主要就是 把车身的一些线条打磨清楚 不然这个线条歪歪扭扭的 那个油漆喷出来没法看 翼子板这个位置处理完之后 其他要喷漆的地方 也要做一个打磨和清洁的工作 像这个左后门 它也是要重新喷漆的 还有一些塑料件 比如那个厚保险杠 包括左边的侧裙 这些东西都是要重新喷漆的 它这个喷漆房也是非常的大 虽然黑色的车漆 你要喷出色差很难 但是新旧油漆之间 还是能看出一点差别的 准备工作 它已经是做得差不多了 把车开进喷漆房挺好 该吹的灰要吹掉 该做的遮蔽要做 该做的清洁工作也要做 咱们就跟着它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下 这辆高尔夫2的整个喷漆流程 现在它在做的 就是表面清洁工作 把车身板件 表面的灰尘跟油污 以及油渍 全部擦干净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油漆一喷上去 它有可能就会掉 擦干净之后 接下来就是做这个遮蔽工作 把不要喷漆的地方给盖起来 需要喷漆的地方则露出来 看他们这辆车 现在这个情况 大乖估计 它喷漆的面积不会太小 当然都不用估计 我这属于是用词不当了 一看就知道面积不小 该遮的都遮好 该贴的也贴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喷漆的工作了 为了保证喷漆的质量 还要再把表面擦一擦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除油除汁 最后就是调好油漆拿好喷枪 先给它上一个底漆 塑料件一定要先上塑料底漆 不要问大乖为什么 大乖也会告诉你们的 这个东西每次讲喷漆的时候都会说到 因为这个塑料件 它对油漆的附着能力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意思 所以如果你直接上面漆的话 到时候有可能会脱落 而且还是整片整片的拖 拖完还不算什么 主要它旁边还有裂痕 所以为了提高这个面漆的附着力 先要上一道塑料底漆 这个塑料底漆喷完之后 面漆再往上一喷 这样保留就比较好 当然不管你再怎么操作 它还是回不到原厂油漆的那个状态 毕竟这个喷漆条件都不一样 有朋友应该知道 原厂这个车子是怎么喷漆的 那都是一个大池子 把车身放进去 叫什么电涌层 然后防锈就处理完了 接着就是把车身捞出来吹干 下一个工序就是喷漆机器人 这个地方要喷多长时间 以及要喷多少的剂量 全都把握得很好 特别的均匀 不像现在它是拿手喷的 虽然咱们看着是匀速运动 但是它这个喷漆的量 不是那么的均匀 跟机器人比的话 还是有差别的 底漆喷完干掉之后 再往上面喷的就是面漆 就是这辆车黑色的面漆 这么一道面漆喷下来 应该还是不够的 按照以往修的那些车子 基本上都是三层的面漆 跟两层的清漆 相信这辆高尔夫2也不例外 从这个物化程度来看 它这边已经是在喷清漆层了 清漆大体上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保护面漆 因为这个车辆在自然条件下行驶 除了灰尘之外 还有树上会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包括下雨的时候 可能雨水里面有一些酸雨的成分 就是PH值有点不太对 那样就会对这个油漆 产生一个腐蚀的作用 还有一个轻蚀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个清漆的保护 色漆很快就毁掉了 那这个车子 你可能开个一年半载 它的油漆基本上都没法看 所以清漆能对这个面漆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二一个就是这个清漆往上一喷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油光赠亮 跟个小镜子似的 非常的耐丝 当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大家喜欢的那种磨砂型的漆面 磨砂灰 磨砂黑 当然增量只是清漆附加的一个功能 主要功能还是保护面漆 不受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 导致它过早的衰退 现在油漆已经是做完了 Tim看到这个油漆 也是非常的开心 想一想这辆车回来的时候 左边的一子板都不见了 结果油漆喷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挺漂亮 虽然前后的车门还没有安装 遮蔽膜也还没有丝 但是看到这个漆面 它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它也表示了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漆面 它觉得还是不够光滑 不够平整 大家其实可以看出 它上面是有一些小小的颗粒的 包括照出来的这个影子 也不是非常的那种镜面 虽然能照出人影 能照出日光灯 但是它觉得 还差了一点意思 这跟它心目中那种钢琴漆的黑色 还是相差太远 所以它这里还看了一下车门跟后保险杠 还有它的侧群 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下面它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给左后一子板 做一个抛光的处理 先把尾灯给它拆下来 接着施摸左后一子板 其实咱们平时去做这个汽车漆面的翻新 也就是抛光打磨 大致上也是这么一个流程 只不过没有它做的那么细致 中间可能有些流程就直接省掉了 刚才它拿的就是800号的砂纸 做了一个初步的打磨 把一些比较大的东西给打掉 比如说橘皮 还有一些凸起来的东西 包括小的那些颗粒都打掉 它现在就是用这个干磨机在研磨 这次用的应该是1000号的砂纸 在上面继续打磨 而且轮煤这个位置也有点小瑕疵 它这边是准备换1500号的砂纸 去进行一个抛光打磨 当然这个抛光的工作应该还没到 先做打磨 不过大乖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 它主要先用1500的砂纸打一遍 然后现在粘上去的是3000号的砂纸 更细的砂纸 这样打下来 它的划痕就不那么明显 这边是又换上了5000号的砂纸 每个型号的砂纸都来一遍 越来越细 5000号的砂纸打完之后 其实这个表面已经比较光滑了 已经开始有点镜面的效果了 但是由于还没有抛光 所以给人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一个抛光打磨的工作 砂纸肯定是不能用了 要换上这种海绵轮 当然除了海绵轮 也可以用羊帽轮 只不过海绵轮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现在它用的是抛光剂 其实也算是砂纸的一种 只不过比砂纸更细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液态砂纸 往上面一涂 然后拿着这个海绵轮一通抛光 这样抛下来 基本上就没有划痕了 为什么说基本上 因为它只是划痕特别细腻 看不见而已 你要是拿个放大镜什么的 或者是显微镜什么的 它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抛光光之后 现在就是要打蜡 当然这个蜡也是 有一个抛光的作用 其实像这个蜡 也分有很多种 像有一些比较粗的蜡 还有一些比较细的蜡 就是带这种研磨作用 只不过里面的颗粒特别细 可以把那些小划痕 或者是太阳纹全部给打掉 同时又不会特别伤害 你的这个漆面 就很细很细 细的你都可能看不见 那这个蜡一打下来 这个抛光作用也弄了 然后这个增量的作用也弄了 一道不行打两道 把完这两道蜡之后 基本上这个漆面 就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就是把残余的车蜡擦干净 剩下就是 做一些车身小配件的安装 车门窗户旁边的这个压条 包括后备箱的这个通风口 以及门把手 同时 尾灯也给它装好 相应的线束插头 也要给它安上 然后就是这个保险杠 它这个侧裙分有两条 一条比较细 这条细的算是里面的支架 粗的这一条才是侧裙 它要把它给装上去 一般这个车装条侧裙 看起来就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装呢 细的这一条固定在车身上面 里头有些卡扣 就把这个侧裙卡上去 但是光有这个卡扣支架还不够 还是要靠3M胶 来进行一个安装固定 那咱们接下来 就是看它如何安装这个侧裙 先要把这个尾轮拆掉 因为侧裙特别长 像这个车上比较好安装的 都是一些小的零部件 比较长的东西 装起来就比较费劲 有时候一个人还装不了 需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 因为它特别长 装歪了不好看 你一个人弄下来太难 先把这个支架扣上去 其实这个支架就是靠螺丝固定的 定住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 左后轮里面的 这个挡泥板没装 同时发现 里面还有一些油漆没喷到位 现在赶紧补一补 然后再把这个挡泥板装上去 那这个侧裙一装 车轮一装 这辆2016款的高尔夫2 就算是彻底完工了 因为发动机舱没有什么损伤 最后就是试车的这个环节 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咱们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Tim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想看Tim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他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